生活调色盘 丰富您的生活视野 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华范大学 我们请到的是朱建民 朱校长 校长你好 德芳你好 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谈到的是学校里头的环境教育 就是园林静教 因为学校里头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 还有呢 在学校里头有很丰富的一些大自然的情感 让学生呢 可以在里头呢 好好的念书 人与自然 能够和谐相处 那么其实我们在谈到了这个有很好的环境 其实我们也要看看学校里头呢 有没有一些跟美学有关的一些学院 比方说呢 学校里头有哪些学院呢 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呢 华范大学目前有四个学院 有工学院 有文学院 有艺术设计学院 还有佛学院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把一个跟美感有关的学院 拿出来谈一下 就是艺术设计学院 这个学院其实很特别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学院当中呢 培养同学们呢 有一些美学的素养 您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呢 就是艺术设计学院大概有哪些科系 台湾有艺术设计学院的学校啊 早期并不多 我们学校有艺术设计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台湾只有五六所 可是最近呢 有艺术设计学院的学校啊 好像到了六七十所 台湾总共有176所大学了啊 所以有六七十所里面 有艺术设计学院 其实比例算蛮高的 尤其是在世贸 有一个新一代的设计展 当时六十几个学校都去参展 可以看得出来 年轻人呢 对于艺术设计的兴趣非常的高 很多高职的学生都是一车一车的 到那边去 所以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拥挤 我看到那些年轻人呢 看到那种很新盈的设计产品 那心中一种向往 好像都想投入到这个行业啊 所以艺术设计可能是 台湾走到一个比较富裕 比较稳定 比较成熟的一个社会之后 进一步会非常兴盛的一个领域 不过整个在谈 艺术设计的过程里面呢 大家在想着 我为什么会喜欢艺术设计 其实要先问一问自己 然后才去投入这样的一个领域 是 像学校里头的学生 好像读了这个科系之后啊 在国际间啊 也屡获相关设计的大奖啊 是不是你也可以来谈一下 比方说建筑系的学生 但是从事建筑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课程啊 你说像工艺设计系啊 他可能就是对于生活的一些日常用品 他做一些创意的设计啊 你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 就是说学生呢 有一些得奖的作品啊 您可以让大家可以在空中感受一下 我们的艺术设计学院 有四个系 有工业设计 有美术 有建筑 有环境设计 以工业设计来讲 其实我上一次去看他们的作品啊 例如说 他设计一个椅子 这个椅子是给小朋友坐的 那小朋友坐的椅子有什么特色呢 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坐在椅子上 往往是不老实的 他的脚会一直踢踢动动的 于是这位学生就在想 如果小孩子是喜欢踢踢动动的 那么何不把这个椅子的周边 他就设计一个圆的椅子 然后在这个椅子的周边 摆了几块发音板 然后当小朋友坐在这个圆的椅子上 转来转去 踢来踢去的时候 都会发出不一样的响声 不一样的响声 那小朋友觉得蛮好玩的 所以我们不是说想设计一个椅子 让小朋友乖乖的坐在那边 而是顺着小朋友的个性 然后让他觉得那样的一个椅子是好玩的 我觉得那个整个概念的 不是去限制人的发展 而是去顺的人的发展 而且让他往好的地方去 让他觉得这里面可以创造一些 声响一些音乐 对 所以做设计的一些同学们 还有就是在国际间展露头角的一些 从学校出来的一些朋友们 他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创意点 会为人所使用 就是他很细微的看到人的需要 很体贴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所以细微的观察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在学校养成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细心观察的能力 透过观察之后 才知道说什么样的一个使用 是好的使用 也就是说这样的创意 其实不是说纯粹的是为艺术而艺术 而是为使用 为应用来做的 是的 像现代建筑的一位建筑大师 对现代建筑影响很深的 一般称之为叫做包浩斯的校长 他名字叫做葛罗培 他就讲过 他说你要想象你的设计 你的设计最后真正展现出来的基础 其实就是在人性 那这个人性你怎么样去了解 其实是透过你自己 所以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察觉到自己 体贴自己 才能够真正的去体贴别人 所以透过一种关怀 一种互通 然后做出来的设计 才是有人性的一种设计 是 像归校的设计学院 有一些部分呢 是会着重在社区的关怀 或者是活化社区的角度来出发 像我们的建筑系 我们的建筑系不是去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作为我们教育的重点 我们的建筑系 它反而是在如何去把老旧的社区 让它恢复它原有的功能 比如说人与人之音的交往 让它能够重新的活化起来 所以我们大概主轴 都是在这种所谓的旧社区的重新的规划 然后我们的设计 也是朝着人类未来 比如说在环境可能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些更好的社区 避免更多的灾难 让人跟这个自然环境能够有一个融合 好 我们最后呢 就要请校长来谈一下 这些设计 未来毕竟要跟生活做结合 但学生学了很多很多 这些使用的一些技能 不管是工业设计也好 或者是美术系也好 环境设计也好 建筑系也好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设计的概念 能够走进生活 就使用跟设计做一个结合 校长也最后来给大家一些些的想法跟概念 就是说那晚大学四年 甚至是里面有研究所 对不对 在经过学校的宣调之后 你希望学生能够走向怎么样的一个理想 其实就一个学校来讲 当然有他的教育理念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朝着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种人性化的 我们的整个设计 我们的专业是为了人类的品质提升而努力 是为了整个自然跟人的相处而努力 不过学生毕竟是学生 你要有这样一个理念 然后要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其实是需要长期的磨练 所以很多同学想读艺术设计的话 必须要先讲一声 读艺术设计是蛮贵的 真的吗 蛮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想打造一个设计产品的时候 那些材料 对 其实不是做一次就好的 要不断尝试 要不断尝试 所以那个耗材 像我们有一位同学 他有一个作品 他事实上重复了二三十次 才完成 所以二三十次的耗材 其实都是需要花钱的 不过这个学生 确实在这个二三十次里面 其实他的技术 他的这种理念 更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讲 学而实习之 这非常重要的 你只是学会那个观念 没有用 你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所以艺术设计里面 就是不断的要去落实 去磨练自己 但是磨练 我们讲 你也不可能只是孤方智商 不可能只是自己觉得好就行了 所以我们其实要让学生成长的过程里面 是让他把他的作品展现出来 所以当他做出一个成品之后 我们会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校展出 学校展出之后 会听到一些意见 一些回馈 他再加以改进 完了之后 再请他拿到三下去展出 所以我们甚至借了一些 比较热闹的展点 像是光点 像是这些地方 来帮助学生展出 是 据说他做完作品之后 他要能够走进人群当中 他自己要能够说服自己 然后说服别人 说服一般的民众 得到回馈 我想这是学校过程当中 给学生的一些实用性的训练 不断精益求尽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 单元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华藩大学设计学院的一些人文养成 尤其是在艺术设计学院当中 怎么样在学校里头的专业设计 提升学生的一个美学素养 甚至是到美学跟生活的结合 实用性的部分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华藩大学的校长 朱建明朱校长的分享 谢谢校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德芳 优优独播剧场——